林委員,林佳朗委員 啊,署長 署長請 有請署長 署長辛苦了,上個禮拜我在這裡很誠懇的拜託署長去幫我們了解一下 在南投縣要設置這個醫療肺醫療處理廠的這個問題 我請署長你有去跟我們了解一下嗎 有請同仁,我們請廢管處幫忙說明一下 我們家門前不要堵 我們南投縣現在在發展觀光休閒產業 我們希望有更多觀光客到南投來旅遊 那觀光是一個無緣衝的公園 我們非常希望說觀光產業能帶來我們南投縣民眾的生活改善 也能夠提高我們在南投縣的這些,這個就業率 但是我們不歡迎這個,醫療肺氣物設在我們的市區 我上個禮拜很誠懇的拜託說 書長啊,你跟我們解救一下 你要介入啦 這個假期醫療肺氣物的處理 居然交給縣市政府 而且不用做還評 這還得了啊 假期的呢 我請你答呼一下 是,報告委員 來跟委員報告說明一下 那事實上南投這個 醫療肺氣物處理廠 他是在這個環評的這個範疇界定 認定修改之前 他就已經得到設置的許可 他那時候是不需要做環境影響評估的 這個齁,就是他們利用法律的控檔 在法律修改之前的一個禮拜 對不對 他通過這個案子 這個很明顯的是做手嘛 這很明顯的嘛 他故意避開這個環評 這個前面這個是我們草屯市區的 一個現在這個廢棄物廠的處理 設在這個地方 各位可以看到喔 他旁邊大概有六間學校以上 國小國中高商都有 而且他在附近離民眾九萬多個民眾所居住的地方 直徑都在兩公里之內 這個不是工業區耶 這個只是那個是工業地而已耶 不是工業區耶 這個醫療會幾乎設在那邊 嚴重的會影響到當地的生活品質 所以這個環保署跟衛生署啊 不能夠沒有意見 你不能放任這個商人 不肖的商人 賺這種沒有道德沒有良心的錢 而且齁 在距離不到兩三公里的地方 在南投市的工業區 就有一家醫療廢棄物的處理廠 為什麼在那麼密集的地方 要設立兩家的醫療廢棄物處理廠呢 那另外一家應該是設在工業區裡面 這個我們倒是還可以齁 還可以這個體諒 問題是這個是 這個是設在 人家躲到某某某某的住宅區 旁邊還有齁 幾十公圈的肉殘 這肉殘都在生產耶 齁 這都是我們的特定農業區 真好的殘肉耶 所以我請署長 你要介入 幫幫我們地方 齁 不容許這個醫療會幾乎處理廠 正式的運作 現在他只除了使用執照還沒有拿到之外 齁 他的新建許可都已經准他了 署長我們有什麼辦法 因為這個部分目前的職權就是在 縣政府他有這個許可的權限 那如果他是在他的這個 合法的範圍內去做到的時候 呃 那如果除非他有違法的部分的話 基本上 你環保署可以這樣嗎 環保署可以隱隱媒帶職嗎 都沒有你們的事情 還不可以這樣 這個會影響人 整個超頓庭齁 會影響人的 生命 身家 財產 甚至會影響人幾個地人耶 這部分 你就要 對 這部分就是他這樣擔心的影響部分就是必須要在我們的要求的管制標準 要求的排放標準上去做到 他是一個用高溫高壓的媚菌方式 是 他未來高溫高壓 他所出來的蒸氣 飛上天空去 他的排水 排到水溝裡面去 當然他淫落說他要做好相關的水污案處理 問題是我們不放心 這個醫療會器物 有很多東西都是 都是有帶一些菌珠的 如果他在運作的過程當中 叫頭 落宵出來 或是說他在處理的時候 隨著排水 隨著廢棄 你想要SARS的時候 光是空氣就可以感染 就可以死那麼多人 這個在住宅密集區 這個環保署應該要有意見啊 環保署就是在告環保的啊 你們不能任由地方政府這樣亂搞啊 平常如果說好就好 你都沒意見 我想基本上在這個設置的時候 他有一定的就是剛才你說如何讓他 你擔心的事情防止的這樣的一些要求跟規定了 那如何讓他嚴格執行啊 能夠確保做到 而不是說這個啊 只是書面的東西的話 我想確實 假期的醫療會器物處理 一定要環保署來管才可以啦 這個這麼高標準的會器物處理 地方政府做不來啦 尤其是我們南投縣政府 我們的環保局才幾個 才幾個工作同仁啊 他們有能力管理控管嗎 以後 欸這不能齁 這不能齁 你怎麼走陷呢 不怕一萬一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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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分之一 對不對 所以我們希望環保署一定要介入 環保署一定要把南投環保局找來 一定要嚴格的 嚴格的監督這個廠 甚至啊應該調教他的申請席格執照 我想這裡面也牵涉到很多的屬於專業部分的認定啊 就是他的一些措施才不足夠讓大家放心啊 所以我是覺得說啊 在這過程裡面 即使環保署下去處理 也是需要能夠借助專業 一起來認定這件事情 那你就組一個專案小組嘛 所以我們會 我真的要求你嘛 讓地方啊 讓民眾的參與 讓他們現任的專家 能夠一起去參與 他們整個的審查的作業 我們可以來 這點倒可以來幫忙 我上一次告訴你說 地方政府比較容易被地方勢力啊 去影響 專業程度或許 沒有那麼專業啊 你看這個齁 這一個 處理場設置的當地齁 他的人口的密度啊 高達每平方公里齁 三千七百六十四人 而且他旁邊齁 就有一個 所謂的 所謂的 寶島時代的一個 一個 休閒的村在那邊 齁 那個出入人非常多啊 齁 這個我們正在全力推展觀光的時候 我們現在正在草屯九九峰步道 在推動所謂生態步道 我們都一直在想要賺觀光的錢 我們要賺觀光錢 你又有很多人來南大陸 要來帶動我們那些人 看有頭路 賺比較有吃嗎 啊結果你幫我們做這個 幫我們做這個 醫療廢棄物處理場 甚至更可怕的是另外你看 再看一下 署長你看 後面 他還去申請設立了一個 土石的堆製的掩埋場 這個非常可疑啊 這個未來這個 灰棄物處理場之後 他後面又申請了一個 土石的堆製場 這個到底要幹什麼 是不是要在那邊掩埋 那這個掩埋之後 會不會有 這個廢棄物啊 洩漏 這個豬 豬豬 頭照出來 或者沒有處理完畢 影響到當地的生態水 這個 你環保署都沒有意見 你們環保署都不用管 你看 藏在這裡 廢棄物處理場 廢棄物處理場 後面啊 又這一個土石的 掩埋廢棄物處理場 所以這個齁 我們很擔心啊 我們那些人是這樣 煩惱到賣吃賣賣 不賣 惶恐不安 這個設置之後啊 當地的那個 那個農作物喔 會不會受到影響 我們在那些生產 很多農作物 不應該賣出去嗎 我們的榜地山 那些樹架啊 那些山地啊 都隨隨擲架下去 都隨擲下去 什麼人要搬下去 那些樹架廠 住在這裡 所以我們在說齁 很誠懇的要求署長 請你組一個專案小組 針對這個廠 因為他沒有做環評嘛 因為他沒有做環評 所以特別請你 組一個專案小組 然後請縣政府配合 我們來把這個 權責 雖然是縣政府 但是署裡面要有那個責任 因為環保就是屬於你的業務嘛 恩 專案小組的組織 我們會要求 建議啦齁 就是那個南投縣政府 那個朝這方面去做齁 因為基本上還是公開參與了齁 而不是說 處理來主導才對啦 你怎麼請南投縣政府去 我們會有把這個 作業的方法 像我們以前的幾個案子的處理 所以都是讓地方做同樣的方式的時候 他會反映他的效果 憲政政府就告訴你說 我民國九十九年 要準到的時候 我就組一個小組已經評估過了 要讓他設置啊 所以我現在是說 因為他沒有環評 那他環評的時間齁 剛好避過新法令執行 三月五號開始新的法令 他在二月二十幾號 就讓他申請設置許可 這個齁 一個禮拜的時間齁 匆匆的讓他去 申請到設置許可 也就是阿澤民 他人知道 藥者人知道說 我一個地方要適用新法令 所以啊 關於疫情前 那政府也關於盡 所以這個 這個設置非常詭異啊 那我希望 環保署 把整件搭起來 你能夠組一個 專業小組 由衛生署主導 然後請縣政府來配合 我們邀請學者專家 邀請地方 邀請公所 邀請社區 來一起參與 看適不適合這 醫療會區域的處理場 我這個要求那麼卑微 署長難道你做不到嗎 我們有一定的運作體制嘛 我們會督導他來做好這件事情 你看 你又要把責任推給縣政府 由你來主導啦 你來主導做一個專業小組 占對設定這個 醫療會區域的處理場 請縣政府 請當地政府 一起來體檢一下嘛 看他到底適不適合 能夠設立啊 可不可以 阿 這樣又不要投下手 這哪是政府 這哪是政府 我們會督導 那個縣政府 然後把這個專業小組 能夠組起來 是不是 不是啦 你由環保署 來主導啦 好不好 現階段 不適合我們 直接介入他們的一個 行政程序 主席幫我做主 這由環保署 找一個專業小組 來體檢看看 這怎麼不可以 這有什麼困難嗎 好 好 好啦我提出主 主席 當然你要依照記者啦 総委員就這樣拜託了 是不是 你可以來 特別來處理這件事 請縣政府 學者專家 跟地方社區 不起來參與 一定的機制嘛 但是這個事情的 嚴重性 就成為蔡永遠這麼講 那是不是環保署 又站在一個主管機關的立場 那不太嚴重 欸 主席馬上抗議 遊覽車要到環保署了 我們會去協調他們 是 因為他們在他的 合法的一個 運作的這個程序上 我們這樣的介入 不是嘛 以現在的法令 要做環評嘛 他避過那個一個禮拜的時間 不做環評 專就這一點 環保署 就可以組一個小組 去調查他 好 好不好 不然這以後 發生問題 腳趁也要親 我們說實在 要不然 我們那裡的人 準備包遊覽車 要來處理抗議 我是避免這個情形發生 請書長 主席公主 請主席公主 我們會去找人協助了解 但是 我們 是側面的 因為 他們有他們的一個 合法的行政程序 那 如果有任何的 屬於專業上的 不足的部分 所長是不是 交代 交代看誰 來特別了解這個事情 然後最終這樣的進度 回報蔡委員 好不好 好的 這樣好 要等你做一下 稍稍才對 不要走 好 主席公主